时报的这个说法在美国呢又再一次遭到了很多人的抨击 那么美国的一些这个新闻媒体的一些评论人士就指出了 包括我们知道的CNBC的CNN的 就认为呢这个搅乱整个全球的这一次灾难的呢 并不是美国也不是蓬佩奥而是中国政府 那么中国政府的长期这种掩盖并且打压谈论者 甚至呢在像李文亮医生等等这样的一些吹哨者呢 也是曾经被凶劫等等 那么网络呢也是大规模的删除着各式各样的讨论这个疫情的情况 这都在全世界的民众看来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好的我们的这个第一节新闻呢我们先 有一位网友说呢说中共呢有诗有真话 全假中共的真话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假 也是要有所这个也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往往有时候呢是不好判断或者是无所适从 好的我把这个呢上传一下 好我们第二段啊开始 这每天呢观众朋友们的支持呢真的是很大啊 非常大的支持对我 谢谢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话题呢也与这个 当然这两天或者叫全世界呢都与这个疫情是有关系的 那么第二个新闻呢是来自于美国的纽约时报 说呢世界对中国的不信任感呢在不断的攀升当中 说呢澳大利亚呼吁啊对病毒呢起源的进行调查 一些政府呢希望起诉北京要求赔偿损失 英国和德国呢正在重新考虑呢与华为的合作 美国的立场呢尤为强硬 政府削减了对这个病毒所实验室相关项目的一些拨款 并且对德克萨斯大学与该实验室进行的科学合作呢 进行了调查 白宫的住所呢正在推动一项行政命令啊 那么就是禁止政府的养老资金的投资中国企业 那么特朗普表示呢还将限制国内电网系统 使用与外国对手有关的一些电机设备啊 那么就是自己国内的所有包括我们 平时家里边安装的这个WiFi的发射器啊 还有这个中计站啊等等这些呢都将会改变啊 那么与华为或者与中国有关的这些设备呢 都要禁止或者限制啊 那么据说呢要几年之内的都会替换完毕啊 防止中国的窃取信息啊 甚至呢要让华为呢在整个西方的五眼联盟当中呢 要绝技啊或者中国的任何电子科技的东西呢 要退出全球最大的这些市场 面对批评呢那么中国也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啊 包括将医疗援助与经济威胁的结合起来 啊但这种恩威病失的手段呢 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啊 反倒加剧了很多像欧洲啊北美和非中国家对中国日益增长的这种不信任 那么另一方面呢在习近平和外宣部门的明确鼓励下呢 中国新一代的外交官呢是变得是强烈啊激进啊 专家指出呢这只会进一步的疏远北京和派驻国之间的一些关系啊 这个点呢也是像我们之前就昨天前天我都进行了报道 就和澳大利亚的这位陈敬业啊大使呢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啊 那么他呢可以说呢是大跌眼就像全世界呢都是受不了这一点啊 那么有一篇呢由史蒂芬啊 厄兰格啊所写的呢 说澳大利亚呢在会议这个情况之下呢 在中国呢遭到了中国大使的这种威胁 那么全球呢很多人呢都非常的担心啊 就觉得呢中国突然之间在这件事情上所变的这种张狂 或者是这种暴虐或者这种狂妄呢 是他们所闻所未闻和想所未想的 觉得呢很多非洲的国家觉得呢 过去会经常给他们援助和帮助的这个中国呢 突然间为什么会变成如此的呢 让很多国家不认识 那也有一些人是就在讲说中国其实一直都是如此 只不过是你没有发现而已 有些是说呢在习近平和强大的中国宣传部的这个明确鼓励下呢 现在除了这些外交人员 还有国家的媒体的年轻一代的这个中国的这些网红啊 包括以外交官的这种姿态所出现的一些人士呢 一直在挑衅的民族主义呢 来证明自己对国家的忠诚 因为习近平呢要求所有的人呢都要对中央忠诚 其实本质呢是对自己的忠诚 有时候呢会甚至威胁所在国的一些这个政府或者是一些部门 那么总部位于巴黎的满田学院的高级亚洲高级顾问啊 有一位叫叫François的一位先生呢就是表示呢 一个崭新的中国外交官的品牌啊 他们之间的竞争呢其实内部竞争很激烈 他们根本不再思考他们所作所为 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国家的影响 他们只是在表现一种一种形式 那么就表现的说 哎我更加的激烈我更爱国 因为这是他们在仕途上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考核点 因为人们总是愿意用忠诚的人 其实就像他们最终侮辱了他们啊自己的国家啊 甚至是侮辱了自己所在的这个国家 这对于这很多人来讲 他们并不在乎 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再忠诚于自己的国家 和不再为这个两个所住在国之间的利益而作为一个主要工作 他们只是要表达他们的忠诚 呃 还有一位人士就说呢 他们已经与每个应该引起兴趣的国家呢 开始打架 就是所有的国家只要是想搞清楚这些问题呢 这些人呢就会第一时间呢 站住了像恶狼一样扑上去 实际上呢 他们疏远了这个这些国家 他们把自忘记了这些外交官忘记了自己本身的工作 还有一些说法就说呢 说自从这个病毒以来呢 中国外交官的这种口气呢 会变得越来越坚硬 这衡量了中国领导人认为 该病毒对他们的国家的危害到底有多严重 在国内呢 他激起了人们的愤怒啊 破坏了经济的增长 在国外呢也是如此 在过去的几周中呢 很多的这个国家 特别像非洲的一些国家呢 都召唤了中国驻当地的一些大使 分别呢 像哈萨克斯坦啊 还有像尼日利亚啊 肯尼亚啊 乌干达 加纳 还有非盟啊 等等这些国家呢 都在指控中国呢 发生了这样一个种族主义虐待啊 那么像非洲 我们知道像哈萨克斯坦 为什么呢 因为哈萨克斯坦呢 也在中国的一些哈萨克斯坦人呢 遭到了这个中国政府方面的一些打压 甚至歧视和排斥等等 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蔓延和推广呢 可以说让所有的在认知中国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现在已经认识中国的很多国家来讲的话 他们都认为呢 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被惯坏的孩子 那么可以说呢 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呢 是过去很多人呢 并不认识的啊 那么通过这件事情重新认识 并且呢 对中国现在的信任度呢 根据一方一个调查 民调机构的一个调查呢 非洲人对中国的好感度呢 已经从2018年时期的 好感度达到72%呢 现在呢 已经降为了大概只有30%不到 那么随着时间的蔓延 以及病毒的不断的蔓延和中国政府的这种强力呢 我相信呢 非洲国家的这个好感度呢 还会持续的下跌 当然也有一些报道说呢 非洲人对中国的好感度呢 是分不同的区域 但是整体来讲呢 应该还是保值在50%以上 那么这家评估机构 也就是调研机构呢 被称之为呢 是清北京的一个调研机构 有一位分析人士说呢 像类似这样的一些报告呢 也是出于政治目的去报给中国 因为中国人或者中国的领导人 总是愿意听一些假消息 让自己快乐的一些假信息 也许他们就耗的是这一口 所以呢 他们的大事 他们的国民 他们的分歧呢 都已经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现实 他们就是 总是给自己的国家报告好消息 而在外呢 就总是做出了各式各样的可怕的事情 不够后果的事情 但是他们呢 并不在意 他们也从来不以自己的职业道德 或者是自己的职业的目标去进行 而只是去投机自己的领导 是否会喜欢自己的这种做法 这是一个可怕的中国 可怕的一个中国的未来呢 已经可见 除了这篇报道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篇报道来自于 澳大利亚的一个媒体 澳大利亚的ABC中文呢 就有一篇我们媒体就说呢 澳大利亚的两位复杀 非常不满 澳大利亚与中国出现的这种争端 那么澳大利亚的总理呢 其实面临着非常艰难的一个时刻 说全澳联盟式的橄榄球的联赛的球员呢 仍然会造成一些麻烦啊 关于库克船长的史诗之争呢 人家会继续下去 澳大利亚的一万富翁们啊 也将竭尽全力继续赢得中国的好感和善诞啊 那么 为什么这些富商要争取中国的好感和善诞呢 因为他们有大量的这种矿业物资呢 要出口给中国或者讲呢 中国是他们80%以上的产品的最终的目的地 安德鲁弗里斯特呢和克里斯托克斯呢 都为澳大利亚做出了非常非凡的一些贡献 这两位呢都是非常澳大利亚的大商人 同时又在中国做生意呢 可以说赚的是盘满 中国驻澳大利亚的大使陈敬业呢 仅仅因为一项对全球疫情起源进行调查的建议呢 就发表了令人震惊的公开言论 威胁呢会到澳大利亚呢采取消费抵制啊等等 类似包括留学啊 包括一些甚至对资源呢 也进行了这样一个暗示的威胁 那么一些人对此呢 想在刚开始呢进行了猛烈的回击 包括这两天的一些政治人物呢 似乎在降低着这种冲击 澳大利亚的司法部长克里斯丁安波特呢 将陈敬业这份话最不具有外交风范的言论呢 称之为也许是情绪化的 一时的啊 他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并非出于他个人的本意啊 等等这样的来淡化 这样的一些说法 呃两位西澳洲的伊万夫呢 却非常重视 传经业的这个威胁啊 非常非常重视 呃他们比大多数人都了解中国呢 是如何用用这种手段 中国准备啊呃绝对准备好了 用经济实力来惩罚那些敢于质疑这种病毒 如何传播的人 那么像斯托克斯啊 利用自家的报纸叫西澳大利亚人报 在头版来东苏莫里森的政府呢 要后退啊 在这样做时呢 他可能无意中的强调了中国大使的观点 如果他在里边是这样讲的 说如果不平息北京的愤怒 可能会对经济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这是斯托克斯的原话 说好好考虑一下这一番话 根据这位澳大利亚最有影响力的传媒老板的说法呢 澳大利亚必须平息中国的愤怒 以避免灾难性的后果 与此同时呢 弗雷斯特公开动促澳大利亚政府呢 搁置调查 理由是这种百年盈遇的大规模流行疾病呢 是如何产生的并不重要 我们知道这种病毒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地方产生的 而且老实说 我也不在乎 因为他根本不在乎这件事情 他在乎的是其他方面 那些失去了亲人和生计者呢 可能就会有不同的看法 要表扬这个弗雷斯特的是 他利用自己在中国的人脉呢 为澳大利亚获得了一千万套急需的新冠病毒的检测尸器盒 并用回到了澳大利亚 纳税人呢将为他的全部开支呢 要进行买单 中国竭尽全力向非洲太北洋和欧洲地区呢 捐出和出售检测套件呢 及其他的一些医疗设备 每用一批医疗物资呢 中国都在尝试呢 获取某种外交利益啊 他更愿意呢 大家认为自己是世界的救世主 而不是这场全球危机的起因 或者是照射者 就那批运到澳大利亚的检测报呢 中国要的回报呢 是一个与澳大利亚卫生部长 亨特同台发言 宣传中国路线的平台 中国政府呢 已经以公开透明负责的态度呢 公布了有关啊 类似这样的信息 那么这就是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龙珠 在卫生部长 那么亨特出席的 穆斯福新闻发布会上的原话 那么弗雷斯特呢 在亨特不知情的情况下 邀请了这名中国外交官呢 出现了这样一个新闻发布会 那么他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出现 也让很多人呢 觉得呢 是不可领域和不可接受的 因为他并不在邀请的名单上 而直接呢 被富商邀请了上台发言呢 这本事是有 为这个卫生部长的本意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事情呢 就是澳大利亚的媒体呢 奇迪伦这位中国中墨尔本的 总领事龙珠 发现他的身份很特殊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呢 原来啊 他是中国过去的网谍 也就是间谍的一个头子 他们也曾经担任过中国军控司的 外交部军控司的副司长 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职位 也称之为呢 是一个来间谍头子 现在呢 说这两位亿万夫 以及其他的商业领袖呢 试图迫使莫里森政府的纠正 一项外交政策的路线 或许并不完全令人惊讶 但还是表明了总理面临的一些困难 那么斯托克斯和弗雷斯特呢 并不是唯一持这种主张的人 有不少商业领袖呢 都希望与北京呢 言归于好 这里面呢 可能有个人的利益因素 但是那许多联盟党后排议员 对这些商业领袖大为不满的呢 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 即澳大利亚的经济复苏呢 需要中国 莫里森就指出了 这是一种互黑互利的关系 中国需要优质铁矿石和煤炭 正如澳大利亚需要这笔收入是一样的 澳大利亚方面的问题呢 是对一个重大贸易伙伴的过度依赖 所有那些有关澳大利亚 变得更加自给自足 并实现贸易多样 关系多样化的种种说法呢 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 那么有人就指称呢 其实今天的这个任何一个单独的国家 那么去面对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巨人的时候呢 都是无力的 现在呢要么和中国彻底的断裂 要么就和中国呢 继续下去扶持和帮助这样的一个国家呢 继续的去发展 而增加他们共产党对整个国内的统治和压迫 以及他们不断的在对外的外延 那么这种状况呢 还要持续多久呢 澳大利亚是否有能力作为排途兵呢 这也是一个问题 有一些人士就指称呢 说澳大利亚需要的是一个整个西方的一个团队 而并不是一个澳大利亚就可以战胜的 但是澳大利亚也好 新西兰也好 都看到的一个局面是什么 西方并不团结 今天的西方呢 已经没有愿意去与中国去战斗的这种意志 尽管遭受了如此大的一个灾难 但是对于西方的很多的领袖们 都依旧在指望着由美国作为第一个 就是最强大的国家呢 来应对这场危机 但是美国川普总统到目前为止呢 并没有给予自己的西方盟友 或者是传统的这些盟友更大的一个支持 而往往呢 会以自身的利益呢 作为标准的进行谈判 和中国进行谈判 这是其他的国家之所以不敢站出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曾经呢 他们一起联手呢 对抗过苏联 而今天呢 他们很不幸 今天的中国呢 比过去的苏联在经济规模上要大很多 而今天的西方呢 却要松散和无力很多 这是澳大利亚面临的现实 也是新西兰面临的现实 也是英国 也是法国 也是所有的国家都在面临的一个现实 那么世界需要对中国说不 那么就需要世界站在一起 对中国说不 或者去要求它 而不是让某一个国家去站出来 这也是澳大利亚的很多分析人士和震怒评论人士呢 认为呢 这是今天的最重要的一点 而不是其他的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观点 我们看我们的网友有没有啊 要发表意见的 好像没有啊 好吧 早新闻的时候大家都比较含蓄嘛 也没有问题 诶 吕先生要说话 吕先生您请讲 好 马居好 我觉得刚刚在看新闻 我就发现 突然有一个想法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觉得 这是疫情呢 确实 因为讲到 因为这个目前 全世界最关心的 也是这个 这个新冠疫情 然后呢 因为我觉得 确实这个新冠病毒啊 他假设 我们假设是 因为现在目前 因为这个病毒到底是来自这些的 这样的任何国家 我相信都没有确凿的证据 但是我觉得 有时候索赔呢 我就发现 因为有时候 假设你发生在第一强国 那可能即使是发生的 但是全世界也不可能 向他索赔 那假设是发生在 发生在这个非洲一个落后的国家 即使大家想索赔的 也没有钱索赔 所以我就感觉呢 目前的应该 大家应该团结一次 应该确实是 我觉得哈 我们应该 肯定一定要 要用科学家去 把各个 这个疫情 这个 这个 病源呢 我们应该是下功夫去调查 这应该让科学家去工作 全世界型的进行 因为这个疫情呢 我觉得很奇怪 但按道理说呢 应该是 应该说呢 应该全国 全球各地啊 都会有这个病源 我觉得都应该去 进行一些调查 我支持这个事 但是我们目前呢 我们政治方面 我觉得应该还是 一致对 对损病毒 这是我的一个思考 谢谢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请我们的 纳兰先生啊 来讲一讲 纳兰先生您请 我比较同意 刚才新闻 马居先生新闻里 播报的那些一些观点 有一点不同意的 就是说 我不同意就是说 不去追究这个病毒的来源 和具体沉默途径 因为这件事情 不管从道义上 从这个 未来的这个生物防疫 以及人类卫生防疫上 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那这个方向的工作 一定要做 但是呢 至于这个事情的优先度 和整个世界 这个经济恢复 还是世界进行这个 叫世界规则方面的调整 那这个确实是 这些政治家和各个国家 根据自己的国情和状态 进行调整的一个 调整和平衡的一个选择吧 那这个选择究竟怎么做 那就看这些政治家的 智慧和想象力 以及他们这个 执行的水平够不够了 但是总体上来讲 我还是希望 这个事情能让人类的 这个政治结构 以及政治方向上 有一些改变 换句话说 能更多的考虑 整个地球作为一个整体 如果我们不改变 原来的这种交通方式 和这种交流方式的话 那我们唯一的选择 就是要建立一个 更紧密的一个合作制度 来对这种事情进行防御 然后呢 如果说呢 我们现在搭不成 一个一致的这种 防疫的这种合作 或者是透明化的合作的话 那我们就不得不 在这种沟通和交流上 特别是这种航空和旅游的方面 进行一些比较 比较疏离的这种隔离 那这种情况呢 又会严重影响经济付出 所以说大家都在面临 一个两难的选择 所以这个事情呢 可能需要各国的政府 以及群众或者是民众 在政治上 以及在行动上 进行一个选择 现在是一个非常 严肃的一个选择题 另外一个 我真想说一句 就是关于病毒的分析 以及病毒来源的分析 这个事情呢 确实要由专业人士来做 为什么要由专业人士来做呢 因为在微观世界 和宏观世界的 整个判断事情的逻辑 是完全不太一样的 因为再举个例子吧 就是说你 一个卵子要受精 要多少亿一个精子 才能达到这种受精几率 而所有对这病毒的 任何一种改造呢 它都由是由 一个非常大的数量级的 一个化学反应 然后来进行改造 那这样的话呢 就会有一个 危险的一个化学反应的证据 来证明这个事情 这个是自然 还是人造的事情 因为说实话 人造本身也是 在自然界里 创造一个特殊的环境 来加速这种变化的进程 那这种特定环境的创造呢 是缩短了 它这个变化的时节 也就是说 通过大量的环境诱导 来变化 而这种环境诱导 和环境创造的改变 是绝对会在病毒基因序里 留下痕迹的 所以这个呢 是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里 最大的不同 因为微观世界里 不可能你把 当个某个病毒的某一个基因 拽过来 然后你跟他说 我要敲掉你一个基因 拿走 你必须 用几亿个 或者是 非常大的数量级的这种 东西 你才能通过宏观角度去操作 所以说在 微观世界里呢 你必须由专业的人士 来判断这件事情 是经过哪些路径的 因为这个 比较冷门的这种专业性常识呢 一般人是难以用 普通的宏观世界逻辑 来推断这个事情 究竟是怎么回事的 所以说呢 我觉得 就是说 由专业人士对于 事情 进行一个专业的论断 然后再要大家根据这个 最科学的论断 采取一些宏观的政策 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 好 谢谢 谢谢我们的纳兰先生